發動機問題 迫使美國宇航員8月29日將這艘巨型火箭飛船的首次發射 推遲至少4天 希望有一天能將宇航員送回月球 至於阿波羅最後一次登月任務 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 美國航天局引用的太空發射系統火箭的一個主要發動機存在問題 因為發射團隊開始了一項可以冷卻發動機 以進行升空的測試 其中之一不會像預期的那樣冷卻 美國宇航局局長比爾尼爾森在發射取消後 接受網絡直播採訪時說 在時機成熟之前 我們不會發射 這只是說明 這是一臺非常複雜的機器 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所有這些東西都必須工作 而且不想在它準備好之前點燃蠟燭 美東時間上午8點35分 即目標發射時間後2分鐘 延遲被宣布 因為32層高的火箭及其列護座太空艙 從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 這項名為《阿爾特密斯1號的任務》 要求列護座進行為期六週的無人駕駛試飛 繞越飛行 並返回地球 以便在太平洋漸落 由於新年來的沙發射時間 並不見 因為3月4月4日 沒人駕駛試飛行 並不見 即目標發射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